2007年10月,77歲的余英時,到大阪接受關西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。 同時,亦繼續為學術而忙碌,接受了幾個學術機構的演講邀請。 由大阪到名古屋,再到東京,三場的專題演講吸引了過百的學者。 在東京,余英時還去了探望一位老朋友,他是為企其勝林海峰。 余英時,對圍企的喜愛已經有很多年,他說做學問都有間斷的時候, 但是對圍企的關注就從未停過。 主要是分析,判斷,兩件事。 分析是細的,判斷是整個形式的,大的,缺义不可。 做學問,做什麼的研究,科學也都是一樣的。 因為他們說完全靠直接,這個主,直接關係很大。 絕對不是靠,都是一個一個算,那不可能的事情。 你想想,愛因斯蘭主要也是靠直接, 還並不是說,都是算出來的。 他知道模型能不能做,模型能不能做。 他一看一看,就曉得,這個不行,不必, 考的都不必考的,就等你們說,那個字不可能走的地方。 大多數也是,算是算不清楚。 算不清楚,哪裏哪裏? 自覺的,自覺的。 就算有computer也沒辦法算。 最高的理論物理,這都不是靠那個,那個, 純粹計算出來的。 有一次很久不見了,我怎麼給他下去, 我自己寄了很多,我們叫做, 叫做喬手,很喬滅的喬。 喬手,哪個,哪個東西靈日,你靈日出來的話, 你想不出,你想山踢山完也被你想得出來。 他就,聲不可測。 他平常他不太用出來。 這些喬手有些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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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煎大,狡猾的。 他平常也不用了。 但我後來的用,他也,他能夠解決。 我覺得他,他本身,他有修煙很好的。 余英時,一生從事教育工作。 作為老師,他對自己有嚴格的要求。 中國的這個儒家學說,儒家的理論, 他有一種潛意謀話的功能。 潛意謀話就是不用說什麼話。 最要緊的就是,老師是一身示範。 不用說什麼,說什麼,漂亮話沒用。 我們要重視的不是一個抽象的, 講justice,講公平正義。 我們要希望有的是just man, 是有正義的人。 有正義感的人,有公平感的人。 他這是東方教育所能提供的。 1989年5月,和全世界的中國人一樣。 余英時關心的,都是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。 六四發生的時候,我正好在普林頓大林美術。 我覺得余英那時候好像回到五四青年那樣子的, 熱情跟衝動裡面。 就是要跟很多人開會,商量這個錢要哪來。 我記得是四萬美金的樣子。 要在紐約時報登個全版的廣告, 支持天安門廣場學生的民主運動。 這件事情我印象很深。 歸著逃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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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四事件過後,部分學生被迫流亡海外。 余英時幫助這班流亡者, 在普林斯頓大學,繼續他們的學業。 向逃難來的,大陸的學員都在這裡聚會的。 六四以後,柴林之類,都在這裡。 這也是他們開會的地方,也用這個地方。 他們那時候東亞系管他們, 東亞系有個專門委員會管他們。 我當然在裡面,不過西主任主要負責是西主任。 那是錢是另外校友捐的, 那是讓他們來念書的。 我們在這裡,他們在這裡,我們學校跟他們沒有政治關係。 也不是支持他政治問題,是給他們機會念書。 他這樣一個很有聲望的學者,很細小的事情都關起到了。 我住在普林斯頓大學附近。 一天晚上,余教授和他的夫人來敲門。 結果是,我不知道什麼事情,打開門看, 他把我的很多日常的生活用具,包括電飯鍋,很多很多東西, 他們買了一些,親自給我送上門來。 我當時非常感動,我沒想到他一個學者會這樣。 而且他是親自的一個一個。